演艺圈家是比海参的五大男星,无尊家富可敌国都不算什么。他爸爸的背景更夸张。 无尊出生在文莱,而且出生在一个富可敌国的富商家庭。 他的父亲在文莱经营地产公司和石油公司,生意做得很大,几乎具有垄断地位。 因此他的家庭跟文莱王室成员有过密切接触。 无尊的爸爸是文莱国王的弟弟的同学,据说差一点被文莱皇室收为养子。 徐少雄出生自广州西关旺族,徐少雄却是香港出生,父亲开与石殿。 其太公徐丁奎是慈禧太后的干儿子,官拜一品,获赐可在紫禁城骑马。 姑婆是鲁迅夫人徐广平,书公许崇智是参与创立黄浦军校的粤军总司令,另一位书公许崇清则担任过广州教育局长。 此外,徐少雄与名流许晋亨,李嘉欣所属的许爱周家族亦有亲属关系。 粤鱼老骗妻子登科就是讲他们家族的故事。 蔡康永的祖父是上海自来水公司老板,父亲蔡天夺是这名律师,1949年前是中国最大的轮船公司,上海终点轮船公司的老板,是1949年沉默的着名豪华客轮太平轮的船主。 上有一个姐姐,定居加拿大。 高晓松外公张为深圳大学首任校长,中国工程院院士,中国科学院院士,外婆陆世佳,中国着名的流体力学家,世界流体力学权威普朗特教授唯一的女学生和中国基留学生,参与筹建北京航空学院,即北京航空航太大学,主持建水中国第一个空气动力大学。 专专业。 母亲张克群,着名建筑学家,生于二战期间的德国柏林,毕业于清华大学建筑系,师从梁思成,后任清华大学教授。 现退休定居美国,父亲高丽人,清华大学教授。 所以高晓松说自己硕士是家里学历最低的。 林俊杰的爸爸新加坡最大电线股东,妈妈原是美国可拍石油公司石油公司的亚太地区负责人,现在已经退休。 哥哥是跨国顺市银行亚太地区负责人,姑父是日本加盟集团BOTS。 总结下来就是,东南亚五大财团都是林俊杰家亲戚。 怪不得林俊杰说,不好好唱歌就要回家继承家业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